第216章 加油打工人 楚云轩洗漱完以后呢 又亲自给自己搞了个早餐 这才花了半个小时 吃早餐的时候 楚云轩才把手机拿过去 然后看到了肖雨瑶发过来的消息 7点13分 宣神好 我是肖雨诺 你的粉丝 镜里 7点16分 无所事事 7点30分 镜里 楚云轩看到消息 笑了一下 逗逼吧 然后楚云轩回复道 不好意思啊 刚醒 洗漱了一下 又弄了个早饭 才看到 你好啊 幸会幸会 另一边秒回 懒洋洋大王 没事没事 早上好 楚云轩 早上好 懒洋洋大王 特喜欢你 你的每首歌我都喜欢 比我姐的强多了 楚云轩 哈哈 你姐知道不得打你 懒洋洋大王 她不会知道 期待宣神新专辑的歌曲哦 楚云轩 受宠若惊 你不用这么叫我 懒洋洋大王 不不不 要的要的 因为我 确实特喜欢你 特崇拜你 楚云轩 谢谢谢谢 有机会一起合作 懒洋洋大王 希希 好的好的 终于有你联系方式了 那我就不打搅了哈 楚云轩 拜拜 结束了聊天 楚云轩一边看着综艺 一边吃着早饭 蛮有意思的呀 楚云轩现在看的综艺名字叫做 加油打工人 简单来说 就是一群明星 他们在节目中去打工 节目的看点 就是明星打工 期间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而这个节目目前很火 目前是楚云轩所在的 这个平台的综艺热度第二名 第一名就是 蒙面歌王 这加油打工人 终于共有五位常驻嘉宾 每一期都会邀请三位飞行嘉宾 节目依旧是以直播的方式进行 跟楚云轩当时参加练宗是差不多的 也会有精彩的剪辑版 楚云轩现在看的就是剪辑版 而楚云轩看这些东西 喜欢开弹幕 可以看到 这弹幕里不停的有人在刷楚云轩之类的 原因无他 在 请跟我恋爱吧 练宗里 楚云轩也有打工环节 目前呢 网友一度认为 楚云轩才是打工节目里面的神 虽然 这个加油打工人 里面明星也带来了不小的节目效果 但网友总是会拿他们跟自己去比较 然后发现 没得比 早饭刚刚快吃完 王玲玲的电话打了过来 玲姐 王玲玲道 没想到你一个新歌预热 干到了热搜第一 网友们很关注你的新歌呀 怎么样 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吧 楚云轩 肯定不会 嗯 七月一发第一首歌 那我们可以先着手 帮你把这第一首歌MV给拍了 王玲玲道 行 我一会儿去公司 楚云轩点点头 嗯 还有一件事 有一个综艺叫做加油打工人 你知道不 王玲玲随后问 楚云轩看了一眼自己正在看的节目 嗯 知道 王玲玲 这节目虽然跟你没关系 但是热度不低 而且 节目的观众关于你的讨论 也是不少的 节目组之前几期就有联系我 想让你过去当一期飞行嘉宾 不过那个时候你有事 刚又找我了 还是希望你能过去一期 你怎么想 楚云轩想了想 道 没问题啊 反正我现在手里就蒙面歌王一个节目 飞行嘉宾而已 不撞档期就成 肯定不撞 那我就回复了哈 价格的话 一期五百万 楚云轩 我去 一期就五百万了 我之前那个恋宗 一整计不才七百五十万 王玲玲道 你以为呢 你现在身价因为必然火夺冠的事情涨了不少 再加上咱们本身报价就高 而且呢 他们下一期是为期三天的时间 是收官期 简单来说 你可以理解为事 请跟我恋爱吧 这个节目一期的情况 楚云轩点点头 那也可以啊 我在那边五期加起来十五天才七百五十万 这边三天五百万 可以 说实在的 明星赚钱 那确实是容易 好 那我就答应了哈 没问题 与此同时 五月传媒 这五月传媒 在国内属于一家比较大的娱乐传媒公司了 公司里 一线男女歌手 演员 包括金牌作词人 作曲人不在少数 而许峰秋正是这家公司的艺人 并且是目前公司力捧的新人 包括许峰秋的父亲许明毅 他也是这家公司签约的金牌创作人 此时此刻 许峰秋拿着一个稿件和一个优盘 来到了经理办公室 咚咚咚 许峰秋敲了敲门 请进 随后他走了进去 五月传媒的总经理严胜 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露出了笑容 小秋啊 快坐 严叔说 许峰秋喊了一声 嗯 有什么事吗 严胜问 许峰秋将稿件和歌曲的小样递了过去 这是我近期最满意的一首作品 比起当时在创造之星的那首 还要满意 哦 我听听 然后严胜听了一下 随后到 很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不愧是你的啊 小秋 严胜笑着说道 然后他问 打算作为你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吗 许峰秋摇摇头 主打歌先不算 我有信心在这张专辑期间 写出一首更厉害的歌曲 作为主打歌 这首已经很强了 我认为不比那个兔子先生的 天外来物要差 不过主要还是得通过市场的考验 许峰秋点点头 打算什么时候发 许峰秋 7月1号 听到这 严胜眉头皱了皱 他思考了一下 随后说道 7月1号 小秋啊 7月1号 楚云轩的新专辑 第一首歌要发的 对 我就是要跟他一起发 你这 小秋 他现在那么火 热度那么高 新歌预热了一下 笑语诺绯闻 那个热搜都没比过他 他发个自带大量热度 你真要跟他撞一起吗 许峰秋点点头道 要 他热度高归热度高 就算他开始排名 在我前面 如果歌曲比不过 我终究是能追上的 一旦追上 那些人就能闭嘴了 我也能证明一些事情了 我就是要跟他硬碰硬 我对自己有信心 一次不行那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绝对不会超过三次 严胜点点头 行 公司尊重你的决定 你也确实需要亲手打败 他来证明自己 我也相信你的能力 多谢严叔叔 严叔叔 各大平台 7月一新歌推荐的事情麻烦了 没问题 我去给你谈 谢谢严叔叔 本章完 第217章 新专辑恐怖的热度 许峰秋回到了家里 他这次势必要打败楚云轩 现在 这些网友甚至把他许峰秋 排到了兔子先生后面了 他绝对不服 一个一个来 他若是能打败楚云轩 那兔子先生 自然而然也就是顺便的事 虽然他知道有难度 但是 他有自信 严胜的电话打来 严叔叔 小秋啊 推荐的事情不好搞 这个大平台 他们已经给楚云轩的新歌 留了推荐了 许峰秋眉头紧皱 一个音乐平台的推荐 都要不到吗 可以加钱 一个都要不到 有的只是一些效果 比较普通的推荐了 主要现在不是钱的事 据我了解 他们都没有要楚云轩的宣传费 他们都是免费给楚云轩推荐 他们要的是流量 流量就是钱 严胜说道 严胜也很无奈 想想也真是离谱 本来各大公司歌手发歌 需要砸钱到各大音乐平台 去要推荐的 就比如 听众打开音乐软件 首页推送他们的歌曲之类的 这都要钱的 然而 楚云轩7月1号发歌 各大音乐平台 什么不要他的钱 主动给他歌曲推荐 只有一个要求 希望楚云轩的歌曲 能够上线到他们的音乐平台 能够全网发布 真的有点夸张了 严胜明白 音乐平台看中的是流量 许风秋自然也懂了 我明白了严叔叔 要不 严后吧 不用 许风秋继续道 如果能以这样的方式 在新歌榜超越他的话 那岂不是完胜 6月30号晚上11点半 不知道多少粉丝 多少音乐人 他们蹲守在各大音乐平台 等待着楚云轩新专辑的 第一首歌上线 因为是新的一个月 各大音乐平台新歌榜 会重新刷新 只有全网新歌榜 这个含金量最高的榜单不变之外 其他的全部清空 而楚云轩的歌 是全网上线 各大音乐软件都能听 毕竟楚云轩太火了 这些音乐平台 他们都愿意花钱 买楚云轩歌曲播放的版权 当然 有平台想要垄断楚云轩歌曲版权 楚云轩肯定是不同意的呀 对楚云轩来说 钱他怎么着都好赚 时间问题罢了 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人气 此时此刻 林妙妙正在跟楚云轩打着电话 感觉会特别的惊艳呢 林妙妙笑着说道 应该还不错 楚云轩道 林妙妙 听你这么说 那就是特别厉害的一首歌了 因为你平时会说还行之类的话 每次还行都那么好听 这次既然是还不错 那肯定是王榨歌曲了 想想也是哦 全网期待了这么久 你这首歌 一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的 楚云轩带着笑意的声音传过去 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呀 林妙妙那边脸红了一下 小声道 那当然了 呀 怎么了 林妙妙说道 是我网卡了吗 不对啊 我手机没问题的啊 电脑上面音乐软件页面崩溃了 你试试手机呗 或者换个平台 不行哦 手机也不行 我用另一个音乐软件也不行 怎么回事啊 是吗 楚云轩也是赶紧点开了 其中一个音乐平台 页面显示崩溃 楚云轩 酷猫音乐官方发公告了 扑持 林妙妙 然后笑声传了过来 咋啦 楚云轩好奇地问 酷猫音乐官方说 短时间内 平台涌进来的用户太多 服务器崩溃了 他们在紧急维修 几分钟就好 楚云轩 楚云轩 之前你送外卖 把人家外卖平台给弄崩溃了 现在你发个新歌 把好几个音乐平台都搞崩溃了 好夸张啊 楚云轩笑了笑 这群人大晚上的都不睡觉的吗 林妙妙 无数的路人 你的粉丝 许风秋的粉丝 兔子先生的粉丝 还有关注音乐的所有人 太多太多了 毕竟 这可是你第一次准备了这么久的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热搜都是这个事情 我觉得似乎也挺合理的吧 段段时间 各大音乐平台崩溃的事情 因为讨论话题过多 热搜榜第十就直接冒出来了 全网到底有多少人在等楚云轩的新歌啊 特妙的好几个音乐平台服务器 全崩溃了 太狠了吧 真离谱 一开始 我还在听着别的歌呢 突然感觉软件有点卡 我刷新了一下 直接空白夜崩溃了 我还以为咋的了 原来是全网都在等宣神新歌啊 太夸张了 至于吗 你们晚一点听 能死吗 我是为了零点整 在宣神新歌下面 抢第一条评论 你们是干啥的 现在 我终于切身的明白了 为什么楚云轩新歌 只是预热了一下 都能够把闹飞闻的 萧宇诺的热搜第一给抢走 就刚刚这会儿 各大音乐平台服务器崩溃 我终于是明白了 太夸张了 好离谱 各大关注此事的歌手 经纪人等人 也是纷纷感觉有些 过于夸张了吧 这只是楚云轩的第二张专辑啊 这么离谱吗 上一个达到如此程度的 是代表着一代人青春的 一位天王级歌手 历经六年后新专辑的发布 他那种 他们觉得是合理的呀 但是楚云轩这种 一个刚出到几个月 第二张专辑发布 就引来这种程度 太夸张了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楚云轩火 同时呢 现在网络上楚云轩 兔子先生 许风秋的粉丝 打得不可开交 尤其是兔子先生两首歌 直接封审 那么 楚云轩这第二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就是整个事件的 一根定海神针 大家无比期待楚云轩的新歌 同时 大家想知道 这首歌是什么水平 到底是兔子先生 能有很大的机会超越楚云轩 还是说 楚云轩依旧稳定保持 乐坛新生代第一的地位 这首歌 能说明很大一部分 时间慢慢来到了深夜的十二点 但是全网 包括兔子先生 许风秋 楚云轩等无数个粉丝群里 却十分的热闹 十二点了 上线了上线了 本章完 第218章 这首歌 二十年后是一代人的青春 手机 电脑前 那些人看到时间 来到了凌晨零点整 一个个兴奋不已 他们赶紧迅速地点开 歌手楚云轩的信息栏里面 第一张专辑 轩然大波 此时此刻 第二张 七月的肖邦 新专辑也出现了 他们看到了新专辑的封面 新专辑的封面 是一个楚云轩 出镜的一个漂亮的 夏天田园风景 点开 七月的肖邦 里面现在只有一首歌 也就是刚刚上线的 第二张新专辑里面的 第一首歌 歌名 七里香 所有人兴奋地 快速播放了歌曲 与此同时 谭小伟的直播间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各位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楚云轩这第二张 新专辑的歌曲吧 谭小伟随后 点开了楚云轩的信息 哦 七里香 这歌名有点意思啊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我还是有特别大的期待的 随后 谭小伟在直播间内 播放了歌曲 七里香 悦尔的前奏传来 这首歌一开始 十秒钟的前奏 听起来只能说是好听 但不能说多么的让人惊艳 然而 下一秒 各种乐器突然加入进来 前奏瞬间丰满了起来 而那一瞬间 屏幕前在听着前奏的谭小伟 他表情从认真凝重 突然眼睛就亮起来了 嘴型发出了一个哇 我靠 谭小伟赶紧搓了搓自己的胳膊 鸡皮疙瘩起来了 没错 当前奏响了十秒后 突然多种乐器加入进来后的那个前奏 好听到直接让不知道多少人鸡皮疙瘩抱起 弹幕 好惊艳的前奏 太绝了吧 这前奏好美 奇里香 天啊 这前奏一响起 我特喵的灵魂直接飞起来了 卧槽卧槽卧槽牛逼 轩神无敌了啊 卧槽 一个前奏就给老子整的整个人都受不了了 一个前奏就完全惊艳到我了 楚云轩到底是什么怪我 谭小伟听着前奏露出了一抹笑容 各位 就这前奏 这首歌大家就没白等了 绝对值了 而且这前奏上来直接把我惊艳到了 这几年来 能够一个前奏惊艳到我的歌曲 根本就没有几首 谭小伟感叹了一声 楚云轩的声音传来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嘟嘴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 是我的谁 秋刀鱼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雨下整夜 我的爱一出就像雨水 院子落叶 跟我的思念厚厚一点 几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 你出现在我试的每一夜 很快 一首歌听完了 谭小伟什么话都没说 他把歌曲又点开 重新播放了一遍 第二次听到这完美的前奏 他还是忍不住为之惊艳 第二遍听完 谭小伟这才停了下来 呼 随后 谭小伟呼出了一口气 各位 你们对这首歌 有啥评价吗 谭小伟深夜问向直播间 那大量的观众 弹幕 无敌好听 这首歌前奏直接就惊艳到了我 楚云轩真的太绝了 旋律也是无敌好不好 我的天 好好听那一首歌呀 哎呀 我特喵的感觉 楚云轩生在我这个时代 真的是我的幸福啊 兔子先生 许风秋 咱不说之前也不说之后了 就这首歌 怎么比啊 事实证明 楚云轩还是这一代的第一人啊 谭小伟推了推眼镜 随后说道 我来说一下我的见解吧 就这个前奏出来 直接让我起了鸡皮疙瘩 真的完全把我惊艳到了 上一首前奏惊艳到我的歌曲是 暗号 只能说 楚云轩就是楚云轩 但凡他认真点 随随便便一个前奏 把我们惊艳到 不是轻轻松松吗 今天呢 我话放在这里 二十年以后 这首歌的前奏一出 绝对是一代人的青春 谭小伟随后继续道 真的绝了 整首歌的歌词 就像是一首现代诗一样 曲子很美 可以说 这首歌可以着手准备 霸榜各大音乐平台 很久很久了 另一边 许风秋新歌也上线了 他关注着自己的新歌数据 每一次刷新 新歌都会出现几百条评论 过了三分钟 评论数就破签了 数据应该算是很爆了 明天看新歌榜就行了 许风秋沉吟了一声 然后他搜索了一下楚云轩 七里香 他看到这个歌名 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点开歌曲评论区 许风秋 他看到了什么 三分钟 评论区上面显示评论数 两万八千条 他直接人傻了 虽然他看到了大量的评论 都是那种终于等到了 前排 哇哇哇 之类的 但是 他也看到了好多被惊艳到了的评论 我只能说 这首歌风神好吧 今年金曲奖 这首歌要是没得奖 绝对有黑幕 楚云轩真的好夸张 他的歌怎么能好听到这种程度呢 这首歌前奏一出 我特喵的鸡皮疙瘩直接爆起 这大半夜的 你让我怎么睡得着 仅代表个人意见 这首歌是楚云轩所有歌曲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首 并且是我在整个乐坛里面 最喜欢的一首 究极美的一首歌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我只能说 楚云轩 尼特喵的 是真的没有让粉丝们失望啊 哈哈 看到兔子先生 许风秋那些粉丝说你 我很不爽 但是这首歌一发 真的 我都会成为你的粉丝感到自豪 真的假的 许风秋看到这些如此夸张的评论 眉头一皱 他当然有预料到 楚云轩的这首新歌肯定不差 但是 看到这些评论 他觉得有些太过了吧 再怎么着 也是楚云轩之前那些歌的水平般 值得这么尬吹吗 然后许风秋赶紧点开了 七里香 他坐在那里 听着一开始的前奏 只能说还行吧 这前奏 也不至于是评论区说的那么惊艳 还鸡皮疙瘩爆起 至于吗 粉丝尬吹而已 许风秋沉印道 下一秒 七里香真正意义上的前奏 多种乐器同时响起的一瞬间 许风秋表情一顿 后背瞬间变得毛毛的 鸡皮疙瘩莫名其妙地冒了起来 本章完 第219章 暑假当电影 他不想的呀 他不想起鸡皮疙瘩的呀 但是他就是根本控制不住啊 或者说 这前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主要是 这前奏的前十秒 只能说好听 但也不至于很惊艳 他本以为这个前奏就这样了 但是 突然之间各种乐器的加入 整个前奏变得极其之惊艳 就好像一个前奏 直接把夏天给装进去了一样 然后他就开始听这首歌 听完以后 许风秋默默地把音乐软件给关了 他自认为 自己这首歌很厉害 绝对是一首好歌 他自认为肯定能跟楚云轩的歌打一打 但是 当楚云轩这首歌出来以后 许风秋大概知道 自己这首歌肯定是打不过了 他明明年纪也不大 为什么写的歌 总感觉比我的歌 要多那么多的东西呢 许风秋真的不理解了 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相信奇迹吗 估计是不存在这种奇迹的 他知道 当他都觉得 基本上没希望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没希望了 不能急 我就是太急着想 把他比下去了 却小看了他 许风秋沉吟了一声 他认为自己 还是比楚云轩强的 现在就算不 他以后一定能 他有这个自信 深夜 一首七里香 直接轰动了整个乐坛 楚云轩公司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 这首歌达不到网友们的预期 本身大家对于楚云轩第二张新专辑 期待值那么高 再加上楚云轩一反常态 一拖再拖 就给人一种 他好像在特别特别用心 去制作这张专辑一样 同时 还有兔子先生 许风秋两大威胁 他们的粉丝的关注 若是这首歌达不到预期的话 那么后果还挺严重的 主要是大家对于楚云轩的预期 实在是太高太高了 而事实上 这首歌从前奏到整首歌 包括歌词 完全是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第二天一早 楚云轩还是特别期待 自己第二张新专辑 第一首七里香的成绩的 酷猫音乐 音乐飙升榜 第一名 歌名 七里香 歌手 楚云轩 第二名 歌名 能不能不要回头 歌手 许风秋 新歌榜 第一名 歌名 七里香 歌手 楚云轩 第二名 歌名 能不能不要回头 歌手 许风秋 音乐热歌榜 第一名 歌名 七里香 歌手 楚云轩 第二名 歌名 能不能不要回头 歌手 许风秋 许风秋新歌势头似乎也挺猛的 但 全部都被楚云轩的新歌压了一头 而全往新歌榜上 一夜之间 七里香冲到了第七名 看似第七名排名不高 但是这第七名前面 都是楚云轩的那些爆火歌曲啊 而许风秋的这首新歌 全往新歌榜 排到了三十几名 由此可见 差距还是很大的 哦 楚云轩看到了新歌榜上 排名第三十三的一首歌 《杀破狼》 这首歌热度不高 也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的宣传 同时演唱者 也不是一个很火的女明星 虽然 《杀破狼》是电影 《长乐歌》的主题曲 但是 《长乐歌》的票房并不理想 感觉 《杀破狼》 这首歌应该会爆吧 等就行了 楚云轩沉吟了一声 一首好歌 只需要时间 或者是一个曝光 就能彻底引爆 热搜 七里香 成功跻身进入 这个夏天最好的礼物 莫过于一首 七里香了吧 一日 七月二号 楚云轩正在写 马上又是 《蒙面歌王》 新的一期 另一边 《加油打工人》的综艺 已经定了 《蒙面歌王》 结束后第二天 就是这个综艺 还挺胆的 秦月然给楚云轩打了个电话 你还给 《长乐歌》 写了主题曲啊 你咋知道的 楚云轩问了一声 我跟安雅看电影听到的呀 当时就觉得好听 一搜才发现 竟然是你做词作曲 秦月然说道 大姐 几点啊 你看电影 一大早上啊 楚云轩吐槽了一声 今天没事干 无聊啊 看完电影还要去逛街呢 不过那个 《长乐歌》蛮好看的呀 楚云轩 为啥要看这个电影啊 不是有几个爆款电影吗 我猜不看那个什么 《江湖风云》 王勉导演的作品 人家肯定站你这边啊 我可不会给他的电影 贡献一分钱的票房 楚云轩笑了笑 行 那你们继续逛街吧 此时此刻 某酒店包厢内 王勉 赵小等剧组骨干 围坐在桌边 他们每个人的脸色 都有些沉重 为什么 昨天是暑假当电影上映的第一天 按理来说 按照江湖风云的势头 再加上暑假当 再加上他们的宣传 这第一天 恐怕能有两个亿的票房 而昨天呢 只是刚刚破亿 完全没有达到预期 而电影绝大多数情况下 刚上映时候 每日票房 就是电影的单日票房的峰值了 一些专业机构 在江湖风云未上映之前呢 预计他们票房是40个亿 保底30亿 而经过昨天之后 江湖风云预测票房 只有20个亿 虽然20个亿 确实也是极其之好的一个成绩了 但是 他们成本高啊 而且已经远远低于预期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 就因为之前王勉 楚云轩网上 闹的那件事情 网友们开始纷纷抵制王勉了 砰 王勉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旁边几个人都不敢吭声 楚云轩 这个楚云轩 我损失了十几个亿的票房啊 王勉怒吼了一声 王导 息怒息怒 操 王勉怒斥了一声 然后他看向几个人 昨天票房具体什么情况 一个青年说到 暑假档一共有八部电影同时上映 昨日票房最高的是喜剧 闲闲的报报 1.73亿票房 王勉喝了一口 酒沉重的点点头 意料之中 本来我们江湖风云 能二点几个亿的 还有呢 票房第二就是咱们了 1.31亿票房 第三是 从零行动 1.02亿 第三名是 白雪的奶奶 3010万票房 第七名是 常乐哥 201万票房 王勉点点头 嗯 后面都是陪跑的 一个暑假当首日几百万票房 翻不起什么大浪 我得想办法看看 能不能把我们的电影弹活 至少30个亿的票房我才能接受啊 口碑起来了的话 后续票房势头还会挺猛的 王勉不爽道 口碑 楚云轩的粉丝 还有一些网友 把我们电影评分给刷到7.1了 只能靠内容了 赵小这个时候说道 王导 值得一提的是 常乐哥 这部电影 他们的主题曲 是楚云轩写的歌 本章完 第二百二十章 这首歌 楚云轩 王勉现在听到这个名字 就气得不行 你是说 常乐哥 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是楚云轩给他们写的是吧 王勉问 赵小点点头 是的 歌名叫做 杀破狼 哈哈 听到这 包厢内所有人都笑出了声 神特喵的杀破狼 笑死我了 王勉没听歌 听到这个歌名 就笑出了声 然后他带着笑意问向赵小 这个 常乐哥 昨日票房是二百零一万 对的 随后王勉点了点头 没脑子的人 拍出的一个没脑子的电影 票房二百零一万 还花大价钱 找楚云轩写了首歌 图啥 就是啊 他不会妄想 靠楚云轩一首歌 能把他的这个电影给带火吧 笑死我了 哈哈 那他倒不如多花点钱 请个稍微知名一点的演员 也比这个强 另一边 导演黄海 编剧等人 又是来到了一个大排档 他们的脸色 也是很沉重 唉 黄海叹了一口气 他看了一眼中人 道 昨天咱们 常乐哥 票房二百零一万 照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这部电影 最终票房能有个两千万 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说实话 感觉真的不公平 咱们那么用心的一部电影 却最终两千万票房 可能都拿不到 总感觉我们这些天的 辛苦努力 都是白费的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那么的用心 我们这电影 又不是小成本 拍出来圈钱的 甚至我们连家当都搭进去了 编剧看向黄海 问 黄岛 照这么看 我们这电影 还有可能起死回生吗 黄海吸了一口烟摇摇头 难 基本上首日票房 就是总票房的峰值了 照这个情况 后续我们单日票房 可能只有几十万 十几万 甚至各大影院 都有可能 停止我们电影的拍片 那怎么办 众人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他们确实是问心无愧了 但是这票房 还有各大影院 对于他们 这部电影的拍片 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黄海站了起来 只有拍片亮上去了 票房才有可能上去 我不能让大家的钱 连收都收不回来 咱们既然对电影的质量有信心 那么这就是一部好电影 我去求 我去求那些院线 增加我们电影的拍片量 林妙妙给楚云轩发了个消息 在吗在吗 楚云轩笑了一声 然后回复道 在呀 咋了 想我了 林妙妙 恩哦 想了哟 调皮 有空吗 出来看电影 楚云轩眼睛一亮 林妙妙竟然主动约她看电影啊 楚云轩可以呀 不过咱俩得悄悄的打扮一番 林妙妙 没问题 到了影院里面 咱们找个没人的位置看就好了 你想看哪个 喜剧还有军旅 或者 长乐哥也可以呀 我在里面有十几分钟的剧情呢 楚云轩 当然可以呀 就长乐哥吧 反正看电影是次要的 林妙妙 好啊 我看看时间 过了一会儿 林妙妙消息发了过来 好尴尬 咱们附近十公里五家电影院 今天长乐哥总场次十场都不到 要么是上午 要么是半夜 楚云轩 院线不给排片啊 林妙妙 全给了那些热度比较高的电影了 排片太低了 我看了一下 昨天一整天票房才201万 今天到现在为止才93万 估计今天结束了 当日票房也就150万 说实在的 这个电影楚云轩看过 他真觉得是个好电影 但是 各大院线不给排片 就很尴尬啊 就算有人想看 上午和半夜的场次 这谁顶得住 注定这个电影票房不可能高 楚云轩 那我们看个别的吧 林妙妙 好 黄海找了各大院线 去谈给他们增加排片量的事情 但是四处碰壁 他甚至低声下气地求那些人了 却还是没有办法 他知道 这很正常 资本眼里 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那几部很火的暑气档电影 热度那么高 那为什么反而要给一个扑街的电影 增加排片量呢 理由呢 黄海有些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他很难受 拍这部电影 大家都很自信 他们觉得这真的是一部好电影 但是黄海没钱了 也没拉到投资方 在这个时候 大家纷纷变卖家产 把钱投给他 这让黄海很感动 而现在 如果没有排片 大家的家当 都要随着这部电影 彻底沉入海底 黄海没有办法 他录制了一个视频 发布到了网上 他在视频中 恳请大家 能够多多支持 支持 常乐歌 但反响平平 因为他是个完全没有名气的导演 这个消息发布到网上 那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被彻底淹没了 与此同时 谭小伟邀请了薛轩 开启了直播 大家好啊 二人在直播间 跟大量的观众们打着招呼 谭小伟笑道 今天呢 我邀请薛轩老师 这位著名的实力歌手 来一起讨论 蒙面歌王 里那些歌手们的信息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 让我们把这些蒙面歌手给揪出来 弹幕 哈哈 谭老师太认真了 就谭老师这么认真的工作 我觉得 找出来是必然 薛轩老师 平时最喜欢听的歌是啥呀 给咱们推荐推荐呗 谭老师 你最想找出来的 就是兔子先生吧 谭小伟笑道 那是啊 我一定要猜出来 这个兔子先生到底是谁 薛轩看了一眼弹幕笑道 我平时最喜欢听的歌是啥 多着了 太多太多 歌我都喜欢 要说最近 那肯定是楚云轩和兔子先生 那些歌听得多 毕竟最近就这些歌最火了 不过也确实好听 这时 一个弹幕飘过 给大家推荐一首新歌 《杀破狼》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而这个弹幕 也被薛轩捕捉到了 《杀破狼》 这个名有点意思啊 谭老师 要不在直播间放一下听听 谭小伟 行啊 我搜一下 然后 《杀破狼》 这首歌就冒出来了 歌手彭佳佳 这个女的首我很喜欢 她本人呢 也是很有才华的 不过你们绝大多数观众 应该不认识她 她唱功很强 只可惜 她倒是没那么火 不过我觉得 她迟早应该是会火的 说完 谭小伟直接播放了 《杀破狼》这首歌 呀 本章完 第221章 一首歌带火一部电影 谭小伟愣了一下 因为她是在 歌曲的播放页面 也就是有歌词的 这个页面 当这首歌播放的时候 显示歌曲 歌手 作词 作曲 在下面就是歌词了 让谭小伟愣住的是 她随意瞟了一下 然后就看到了作词 作曲 编曲一栏写着的都是 楚云轩 弹幕 卧槽 楚云轩的歌 这啥首的歌呀 不知道啊 之前从来没听过啊 这是轩神 写给彭佳佳的歌是吗 哇靠 轩神这个狗贼 是什么时候 偷偷又给别人写歌的啊 你压的新专辑第一首 七里香 那么好听 继续搞第二首啊 先别给别人写了呀 谭小伟和薛轩 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原来是楚云轩写的歌呀 那我就感兴趣了呀 歌曲播放着 沉睡了千年的身体 从腹制枯叶里苏醒 是夜阴气凉的叹息 解开咒语 遗忘的剑被谁封印 追随着萧生和马蹄 找到你 生是为了证明 爱存在的痕迹 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 沙是为了歌颂 破灭前的壮丽 叶侍郎伸碎眼睛 孤独等待黎明 弹幕 曹曹曹曹 这就是轩神的水平吗 何理 哎呀 我特喵的 竟然还不知道有这首歌 为什么不火呀 这首歌好好听啊 楚云轩好有才 编曲 歌词结合旋律 直接给我营造出一个悲壮凄凉的感觉 之前七里香 直接让我感觉填满了夏天 她好厉害 这或许就是天才吧 不是为啥不火呀 我靠 我特喵的才知道这首歌 我特喵的不配当楚云轩的粉丝啊 沙破狼在地球 那可是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 也是一代经典 谭小伟深呼了一口气 然后看了一眼旁边的薛轩 薛老师 有啥想说的 薛轩苦笑了一声 我只想说 我真怀疑 这个楚云轩是穿越过来的 我写了十几年的歌 我根本就理解不了 她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你明白吗 谭小伟也是苦笑道 纯粹是老天爷赏饭吃 而且楚云轩写歌 不说别的 她歌曲中的歌词 总是能够牵动人的心 真的绝了 这首歌夜侍郎深邃眼睛 我不知道这首歌讲的是什么 但这句歌词 让我眼前直接有了一个画面 薛轩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 哦 这竟然是电影的主题曲 是吗 谭小伟看了过去 电影《长乐歌》的主题曲 厉害啊 弹幕 《长乐歌》超级好看 强烈安利 但是就是拍片的时间很尴尬 《黄金段》根本就没有拍片 这个《长乐歌》 不是一个票房超级超级低的电影吗 我看到这个票房 就感觉是个垃圾电影 所以我根本没有看的欲望 轩神竟然给这首歌写主题曲 讲道理 我感觉 如果这个《长乐歌》 是个烂片的话 轩神应该不会给他们写歌的吧 对对对 有多少歌手找楚云轩邀歌 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 楚云轩真的不是说 别人给钱他就写的 要么有交情 要么他也觉得这个电影好看 哇 《长乐歌》 虽然票房不高 但是评分竟然有9.5分啊 这评分厌压数七档其他电影啊 真的假的 要不要去看一下 我单纯听这首《沙破狼》 就能听出来一些画面 其实我挺感兴趣的 过了没多久 这边楚云轩一首新歌 《沙破狼》的消息 也是不进而走 而楚云轩各大粉丝群里 开始活跃了起来 有圆周的姐妹吗 我看了一下 《茂业》那边今天下午三点 有一场 《长乐歌》 要不要约一波 我搜了一下 《长乐歌》 似乎风评挺好的 刚好我想看看这个电影咋样 毕竟这可是楚云轩 第一次为一个电影写歌啊 有江南市的宣有吗 约一波呀 今晚十一点半有 《长乐歌》的场次 看完电影 带你们去按摩 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三楼无敌 有特喵的海选 卧槽 江南市那哥们 今晚我有空 一日中午 黄海醉醺醺醺的 从沙发上扶着头坐了起来 呃 他晃了晃头 看起来昨天喝的有点多 之后 黄海拿出手机 十三个未接来电 嗯 黄海随后看了一眼 全都是他的编剧 剧组的人打过来的 黄海随便拨了个过去 喂 黄岛 四百万 昨天咱们 常乐歌 票房四百万 另一头传来了 编剧激动的声音 什么 黄海那浑浊的眼神 瞬间清明了过来 单日票房四百万 其实也是个扑街票房 但是 他们首日两百万票房 第二天四百万票房 这种情况很少见的呀 他本以为 第二天会呈下降趋势 怎么回事 黄海赶紧问 黄岛 还没完呢 从昨晚十二点到现在是中午一点 你猜 常乐歌 多少票房 黄海问 多少 五百万 第一天两百万 第二天四百万 今天半夜和一上午半天的时间 五百万票房啊 今天票房 有可能要破千万了呀 另一头的声音 无比激动 怎么可能 黄海瞪大眼睛 还没完 咱们 常乐歌 票房虽然激增 但是风评依旧很好 黄岛 事实证明 我的剧本 咱们的拍摄是成功的 是被大众所接受的 黄海有些猛 他颤颤巍巍地掏出一根烟点上 发生什么了 票房怎么就突然高起来了 是排片多了吗 编剧说道 是 杀破狼 这首歌火了 原本关注的人并不多 昨天谭小伟和薛轩直播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 歌曲的质量 再加上是褚云轩的歌曲 一时间话题度直接打开了 杀破狼 作为咱们电影的主题曲 自然把咱们电影给带动了 黄海张了张嘴 一首歌带动一部电影 这特喵也行 哈哈 一开始是褚云轩的好多粉丝 特地为了支持褚云轩去看的 然后咱们电影确实拍得好嘛 口碑就传起来了 黄岛 咱们这电影 搞不好真要逆袭了呀 本章完 第222章 又是逆袭剧本 长乐哥 逆袭 说实话 黄海听到这一番数据 他真觉得 有可能逆袭 这不就已经是逆袭数据了吗 首日本应该是单日票房峰值 票房200万 第二天 400万 而今天才过去一半 已经有500万票房 全天下来 搞不好真要破千万 这 这褚云轩 是真的离谱 一个歌手真能火到 靠一首歌带火一部电影 黄海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而一个热搜 也是慢悠悠地出现了 先是出现在热搜第50多名 几个小时后 来到了40多名 慢慢慢慢地往上爬 一度爬到了热搜第10名 而这个热搜的标题是 长乐哥这个电影拍片 能不能多一点 我是楚云轩的粉丝 昨天突然听到 《杀破狼》这首歌 然后我就想去看看这部电影 姐妹都约好了 出去吃完了饭 逛完了街 准备买票了 一看最近场次晚上12点半 行 那我去别的影院 全是这样 行 我忍了 那我就去看 晚上12点半的那场行不行 一买票发现 满了 做满了 各大院线 能不能给这个电影 多一点拍片啊 哈哈 姐妹别急 我也是 一个电影院 一天下来就一场或者两场 全都是早上和半夜 真离谱 不过 我看到了 确实很好看的 《轩神》那首 《杀破狼》 每次出现都特别应景 尤其是最后 直接泪崩了 这电影确实很好看 强烈推荐 反正我是不可能去看那个 《江湖风云》的 因为热搜的出现 各大院线的负责人 也是注意到了这个事情 原本 一个铺接电影 首日200万票房 他们都会无视的 慢慢地在降低他们的排片 直至被淘汰 但是 网上竟然传出来 要求增加 长乐歌 排片的热搜 这让他们不得不重视啊 万州影业 白月明也是急匆匆地 去到了公司总负责人的办公室 白总 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来了 负责人赶紧站了起来 热搜看没看到 干瞪眼的 吃干饭的吗 热搜没看到 我们万州影业院线 统计出来的各大电影的票房数据 总该能看到吧 为什么没什么反应 白总 您消消气 您说的是 白月明一百首 电影 长乐歌的票房 你没看到吗 那种排片的情况下 首日200万 次日400万 今天现在下午6点钟 700万 有望破千万 这种趋势 你不给长乐歌增加排片 单天2.25%的排片量 有这数据 很夸张了好不好 而且 这上升趋势那么大 白月明服了 这 不好意思白总 是这样的 我也注意到了 我在观望 因为我一开始觉得 这是楚云轩带起来的短暂的热度 马上就会停下来的 白月明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公司有你们 我是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别观望了 从明天就给我增加排片量 是 要我交吗 负责人赶紧道 不用不用 白总您忙 白月明本来不打算管了的 突然感觉 这一幕又有点熟悉 他不放心地 然后问 那你该怎么做 跟我说 那负责人说道 适量减少其他电影的排片 适量增加长乐歌排片 可以尝试往黄金时间段 安排一场勘探效果 效果好的话 继续增加排片量 减少谁的排片 负责人道 江湖风云 算你有脑子 还不快去操作 是是是 白月明深呼了一口气 然后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某个人给他发过来的数据 我去你妹的 白月明忍不住追上去 就想给那个负责人来一脚 万州影业单院线 昨天和今天 长乐歌全国入座率超80% 这还不给增加排片 还得他来说 同天 全国所有院线都开始逐步增加 对于长乐歌这个电影的排片数量 简单来说 平均一个影院 一天有一两场 长乐歌电影 那么现在就是两三场 或者三四场 7月4号 楚云轩已经再次来到了江南市 今天就是蒙面歌王新的一期 齐里香爆火 也是楚云轩意料之中 而现在 压力又来到了他扮演的这个兔子先生的身上 兔子先生这个身份也是爆火了 现在兔子先生的粉丝们很着急 因为七里香太火了 而且太好听了 那么 唯有兔子先生今天在蒙面歌王 带来一首能跟七里香打一打的新歌 才能让兔子先生的粉丝放心 也才能让网友们依旧觉得 兔子先生还是能跟楚云轩打一打的 楚云轩就是要让兔子先生 能够跟自己打 这样的话 兔子先生热度更高 到时候曝光出来 他楚云轩人气爆炸 另一边 黄海激动的一晚上没睡 他一直在关注着 常乐哥的票房数据 昨天 常乐哥在那种排片的情况下 票房920万 他真的惊呆了 而今天 他得知 常乐哥 排片量增加了 从凌晨零点到现在的下午4点钟 常乐哥当日票房1200万 如果持续保持这样的姿态 他们真的能扭转局势的 王勉跟制片人 投资商等人坐在办公室 几个人脸色都很沉重 江湖风云排片量减少了 一个男子看着王勉说道 我知道 王勉叹息了一声说道 江湖风云首日票房1.3亿 次日直接降为9000万 而其他两部电影第二天 还是保持着破亿的票房 第三天 江湖风云票房降为单日5000万 虽然三天进3亿的票房很夸张 但是 照这情形下去 后面搞不好20亿票房都拿不到了 甚至 各大院线看到江湖风云暴跌的票房和上座率 已经开始纷纷减少排片量了 反倒是 长乐哥 短短几天从单日票房200万 到现在单日接近2000万了 甚至都快要赶上江湖风云了 王勉眉头紧皱 怎么会突然爆了呢 就是因为楚云轩的一首歌带起来的热度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了 人家长乐哥承载楚云轩 而我们败在楚云轩啊 王勉咬着牙 一首歌能盘活一个电影 这个楚云轩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本章完第223章 你这首歌怎么接得住七里香 电影界有他们的故事 与楚云轩脱不了干系 综艺界也有综艺界的故事 蒙面歌王 欢迎来到蒙面歌王第三期直播现场 啪啪啪 现场传来了激烈的掌声 第一期蒙面歌王热度很高 而第二期呢 因为一首天外来物 再加上网上出了楚云轩 兔子先生 许峰秋新生带前三男歌手的言论 导致网友格外关注 热度更高 同时 第二期一首暗号 引爆全网 兔子先生声称 可以尝试超越楚云轩 更是引爆网络 而随后 楚云轩新专辑第一首歌 七里香爆火 那么所有人都知道 压力来到了兔子先生身上了 因此 这第三期的蒙面歌王 热度来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程度 大家都是过来看兔子先生 怎么接楚云轩这首 七里香 虽然大家觉得 肯定是接不住的 但是 他们也是想要过来看一看 让我们欢迎五位猜猜团嘉宾入座 大家好啊 萧羽瑶笑着招招手 随后他们入座 五位老师 上一期的八位蒙面歌手 你们可是 一位都没猜出来哦 这一期不知道你们 对于他们的身份 有线索了吗 主持人微笑着问 萧羽瑶道 当然 谭小伟 除了兔子先生外 其他都有机会猜出来 哈哈 现场又是一片笑声 薛轩说道 不过这一期 我很期待兔子先生的表现啊 说实在的 反正猜不出来 那不如 让我们好好欣赏一下兔子先生的才华吧 弹幕 兔子先生 宣神这首 七里香 你怎么接 就是就是 这首 七里香 堪称引爆全网的 一首王炸了 你接得住吗 事实证明 咱们宣神才是第一人 你抄不过的 不过那勇气可佳 而且不可否认 兔子先生确实也是有才华的 只不过很遗憾 你是第二个许风秋 而你们运气都不好 本来都能引领一段时间的 然而却遇到了楚云轩 楚云轩的粉丝 别急 兔哥 还没唱吗 你们怎么知道他不行 就是 咱们别踩一捧一把 我同时 也喜欢楚云轩 这首 七里香 我也特喜欢 但是我更喜欢兔哥的歌 我相信 兔哥能接住这首 七里香的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蒙面歌手登台 休息室 许风秋扮演的星星先生 是真的暂时打不过 上一期 兔子先生他也没打过 包括他各大平台 新歌榜上排名第二 仅次于 七里香的那首新歌 能不能不要回头 也没打过兔子先生的 暗号 和天外来物 虽然暗号 和天外来物 在新的七月份 已经从各平台新歌榜下线了 但 在全网新歌榜 和全网热歌榜上面 这两首歌排名很高 他的这首 能不能不要回头 排名也没超过 不过 他来这个节目 就是为了打过兔子先生的 至少他认为 比超过楚云轩容易 他这一期 还是有信心的 先把兔子先生打下去再说 你总不能这一期 还能带来一首 暗号 级别的新歌吧 许风秋心里想到 一个一个猛面歌手 纷纷上台 许风秋也带来了一首 很不错的原创 那么 让我们现在有请兔子先生上台 滑 现场一片哗然 弹幕 来了来了 兔哥终于来了 兔哥 加油啊 给我冲啊 不说超越楚云轩 但是给我接住七里香 兔哥今天要是能带来一首 可以接住七里香的歌曲的话 那他就是三首了 他真的可以是那个 最有机会超越楚云轩的人了 不不不 不说超越吧 平起平坐没问题吧 且 兔子先生确实挺厉害的 但是说实话 想要超过宣神这首 七里香 现实吗 一个时代 能有两个楚云轩同时出现吗 话说猜猜团还没猜出来 猫咪小姐是谁吗 他连续三场 唱了楚云轩三首歌 妥妥的十足 楚云轩小迷妹啊 应该挺好猜的吧 不好猜 月坛里 楚云轩的迷妹可太多了呀 楚云轩带着兔子头套 走上了舞台 啪啪啪 现场掌声更加的激烈 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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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传来了大量 兔子先生粉丝们的齐声大喊 哇 兔子先生的人气很高啊 主持人笑着说道 楚云轩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震撼人心的尖叫声 再次传来 兔子先生 我看到 大家都特别期待你 今天的歌曲 那么我先替大家问一下 你今天带来的歌曲 还是原创吗 楚云轩点点头 是 小雨瑶 帅 估计兔子先生 也知道现在网上的言论 他还能拿出原创 那就代表他 就是打算应接楚云轩的这首 七里香了 谭小伟点点头 不过 这首 七里香 真的是一首 从前奏到一切的一切 都很完美的一首歌 不说超越七里香吧 能接着我觉得 都是极其困难的 谭老师不猜他身份了 薛轩笑问 谭小伟 怎么猜啊 猜不出来啊 只能通过他的演唱 他的线索 从而去稍微猜测一下了 反正对于兔子先生 最好别去硬猜了 众人点了点头 主持人随后问 那请问 兔子先生 您有信心 接住楚云轩的那首 七里香吗 现在你的粉丝 包括楚云轩的粉丝 甚至是全网观众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哦 楚云轩 还以为 你会问 能不能超越七里香呢 超越不敢想 接着应该问题 不算大吧 滑 现场直接一片哗然 弹幕 这兔子先生认真的 说实话 能接住七里香 我是想不到的 好狂啊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接住七里香 兔哥牛逼啊 我草 兔哥 你就是我的神 说实话 兔哥 有当时楚云轩那风范了 不愧是我粉上的人 楚云轩 兔哥 牛逼 本章完 第二百二十四章 还以为殉情 只是古老的传言 观众被楚云轩这句话 直接点燃了 有人喷 有人叫好 猜猜团的那五位嘉宾 也都是一脸的兴奋 这下好玩了 萧宇姚激动地说道 休息室 许风秋切了一声 这首七里香 当我听到后 我就已经失去了短时间内 能够比过楚云轩的想法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 许风秋冷笑了一声 虽然很不想承认 楚云轩比自己强 但是事实上确实是如此 确实有点东西 但他确实觉得 这个兔子先生 有点像是之前的自己了 对自己盲目自信 小看了楚云轩 这楚云轩确实是过于夸张的 另一个休息室 猫咪小姐听到楚云轩的话 头套之下撇了撇嘴 得了吧 轩神是不可超越的 兔子先生确实很强 但是说实在的 目前这个华语乐坛 新生代男歌手里面 是真的不可能出现一个 跟楚云轩平起平坐的人 没错 平起平坐都不可能出现的 猫咪小姐自言自语 现场 掌声停下 小语摇笑着说道 兔子先生很自信啊 不过说实话 楚云轩的这首 七里香 真可谓是一首 能引爆乐坛的精品之作了 能接住这首歌 不容易的哦 薛轩也是点了点头 对的 接住这首七里香 虽然不是说 一定要比这首七里香 好 但也得是让大家惊艳 觉得是同级别的歌曲 我觉得确实很难的 至少也要引爆乐坛吧 总要试试吗 楚云轩说道 那好 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我呢就好好享受你 今天带来的这首歌 灯光暗淡了下来 现场却传来了欢呼声和尖叫声 看起来 大家好像都很期待这首歌 而楚云轩背后 大屏幕上也出现了这首歌的基本信息 歌名 江南 作词 兔子先生 作曲 兔子先生 编曲 兔子先生 演唱 兔子先生 没错 楚云轩说 这首能够接住七里香的 就是江南 所谓接住七里香 并不是说超越七里香 而是在歌曲层面 是一首同等级别的好歌 在地球 七里香 是04年年度第一的歌曲 而年度第二的歌曲 就是这首江南 当然 你要说两首歌优劣 哪个更好 只能说 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 至少有地球的数据支撑 年度第一 和年度第二的歌曲放在一起 总没问题 华 当众人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 纷纷欢呼了起来 弹幕 哇 江南 兔哥这首歌 竟然叫江南啊 咱们现在所在的城市 就是江南市 然后兔哥来了一首江南 啊 好有感觉啊 哇 楚云轩一首富有诗意的 七里香 然后兔哥直接来一首 同样单纯看名字 就有诗意的 江南 我去 优美的前奏响起 哇 小雨瑶听到这前奏 美眸忍不住一亮 谭小伟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这一个个的 到底都是什么怪物啊 薛轩感叹道 现在这兔子先生 和楚云轩已经开卷了 他们卷到一首歌 连前奏都要直接 抓住人的耳朵的程度了 直接前奏 就要让人为之惊艳 这谁顶得住啊 弹幕 哇塞 兔子先生真是放大招了呀 感觉这前奏 就已经抓耳了 真的假的 说实在的 我还是不信 兔子先生 能跟楚云轩打一打的 可能性确实不大 一个时期 出一个楚云轩 已经很离谱了 再出一个同级别的 兔子先生的话 乖乖 楚云轩声音传来 风到这里 就是年 年注过客的思念 遇到了这里缠成线 缠着我们 流连人世间 你在身边就是缘 缘分写在三生识上面 爱有万分之一甜 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 圈圈圆圆圈圈 天天年年天天的我 深深看你的脸 生气的温柔 埋怨的温柔的脸 哗 现场观众直接站起来 鼓掌欢呼 弹幕 乖乖 乖乖 真特喵的放大招啊 不能说哪首歌更好听吧 只能说都好听 各有千秋 我感觉能接住啊 似乎真能接得住 我靠 兔哥牛逼啊 兔哥 好夸张 萧宇摇他们猜猜团的人 听到这首歌 也是忍不住感叹 不是说 这首江南 是比七里香 要好 而是江南 乍一听 真感觉是一首质量极高 很好听的一首歌呀 富哥来袭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 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相信爱一天 抵过永远 在这一刹那 冻结了时间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 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离愁能有多痛 痛有多浓 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 心碎了才懂 啪啪啪 一段唱完 现场再次传来欢呼声 兔哥牛变 一个呐喊声传来 兔哥牛变 现场观众席众人纷纷大喊 弹幕 乖乖 接住了 我感觉真的接住了 不尬黑 我是楚云轩的粉丝 但是我同样感觉 兔子先生的这首歌 也特别好啊 不说能超越 七里香 接住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吧 真牛逼 三手了 三手爆款了 兔子先生真有当初宣神那位了 感觉 兔子先生如果后续保持下去 他真能跟宣神分庭抗争了呀 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 哎呀我去 兔子先生到底是谁啊 这乐坛里到底 有谁能跟宣神一样牛逼啊 说实在的 我感觉他的声音跟宣神挺像的呀 他不会就是宣神啊 肯定又不是啊 草了 宣神有没有什么亲生哥哥 或者亲生弟弟啊 一首江南演唱完毕 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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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席齐声高喊 休息室 徐风秋皱着眉坐在那里 啊 他要疯了呀 怎么会同一时期 遇到一个楚云轩和一个兔子先生呢 怎么会这样呢 原本 他对于击败兔子先生还是有自信的 但是 他连续拿出三手这种质量的原创 让他不免认为 四手 五手 六手都有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 他感觉兔子先生都打不过呀 谢谢 楚云轩经过变声处理的声音传了出来 现场 掌声更烈 本章完 第225章 7月的篇章 楚云轩一首江南 让猜猜团的那几个嘉宾都要冒汗了 哎 怎么说 几位老师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薛轩左右看了看几个人问 萧宇摇笑着耸了耸肩膀说道 我只能说 兔子先生再一次让我惊艳了 说句心里话 在开唱之前 我其实是担心的 我觉得那首 七里香太好了 想要接触这首歌 何其之难 但是现在我觉得 应该是接住了 啪啪啪 现场再次传来掌声 谭小伟目光炯炯地看着楚云轩 说道 真的 兔子先生 今年呢 我被两个歌手惊艳到了 一个是横空出世的楚云轩 另一个那就是你 毫不夸张地说 就这三首歌 你真的让我看到了另一个楚云轩 但 你就是你 哗 现场再次一片欢呼 弹幕 说实在的 我感觉兔哥真的是跟楚云轩同级别的了 咱们也别踩一捧一了 如果后续兔子先生 把他跟楚云轩放在同一位置上 没问题 确实确实 楚云轩是目前乐坛新生代男歌手里 唯一一个T0级别的 许峰秋属于T1 之前我一直觉得 兔子先生最多就是 放在和许峰秋一样T1级别 现在我感觉 放在T0没问题 当然前提是他后续的质量 能跟楚云轩一样 一直保持 好夸张啊 同一时期竟然出来了两个这种级别的 新生代男歌手 真离谱 谢谢谭老师 楚云轩说道 那谭老师能猜出来 兔子先生到底是谁吗 薛轩问道 谭小伟还是摇摇头 猜不出来 楚云轩 各位老师 你们就放弃吧 哦 看来你很自信的样子嘛 楚云轩 没错 就算到最后一期 你们估计也猜不出来 谭小伟沉思了一声 按照你这个意思 那你应该是一个 并不被大家所熟知的人 你虽然之前写了十六首歌 但是可能反响平平 或者说 你都是给别人写的 你只是一个幕后 你不火 所以你会觉得 我们根本猜不出来 对不对 楚云轩没有说话 不过 遇到我算是 你倒霉了 因为我专门就是干这个的 即使是那些网络歌手 我都颇有了解 你既然给乐坛留下了十六首歌 加上你的水平 你就算不火 你也绝对不是一个透明人 谭小伟随后道 要是能够多得到点 关于你的信息就好了 美女主持人笑道 那么 请大众评审团的各位 开始投票吧 八个蒙面歌手 全部演唱完毕 最终 八人得票情况 也是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楚云轩所代表的兔子先生 在第五名 楚云轩嘴角抽出了一下 第五名 他凭啥才第五名啊 哈哈 看到楚云轩在第五名 谭小伟一拍大腿 开心地笑了起来 弹幕 哈哈 笑死我了 绝对是大众评审团 有人故意 没有给兔子先生投票 图的就是要让他暴露一些信息 毕竟兔子先生现在太火了 他到底是谁 现在是 全网极其关注的点 大众评审团那边 其实并不专业 他们估计有人也想知道兔子先生到底是谁 导致可能有几十个人没头 那么 今天兔子先生得透露一个关于他的消息了呀 节目效果 这不就来了吗 谭小伟很顺利地找出了两个蒙面歌手的身份 然后就到了楚云轩了 来吧 谭小伟搓了搓手 主持人道 那么请问兔子先生 你出道剧经有多长时间了呢 你所说的时间前后差距不能超过三年 楚云轩 也就是说 我可以故意说早三年 或者说晚三年是吗 美女主持人点点头 是的 那就三年 楚云轩说道 弹幕 兔哥真是新生带男歌手啊 之前那些说兔哥早就出道 只是声音年轻的人可以闭嘴了 牛逼 那为啥兔哥之前不火呀 我感觉就他这才华 他早就应该跟楚云轩一样火了呀 是啊 搞不好现在楚云轩的位置 就是兔子先生的了 谭小伟一拍大腿 我说的吧 他就是一个新生带男歌手 那么 人选呢 萧雨摇沉引道 谭小伟立马又垮下了脸 因为他不知道 不行不行 再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好好去查一查 新一期 蒙面歌王 圆满结束 兔子先生 热度在上一层楼 原本 很多人都在质疑他的水平 毕竟只有两首歌 但一首 江南 广大网友都觉得 应该是能够接住 七里香 因此 大家陆续地开始承认了 兔子先生的实力了 大概就是 楚云轩依旧是新生带男歌手 绝对的第一人 大家把楚云轩列为了那唯一的一个 T0级别的创作男歌手 其次 那就是兔子先生了 大家 暂时把兔子先生 列为唯一的一个 T0.5创作男歌手 其次就是许风秋 等几个厉害的 T1级别的男歌手 楚云轩刚刚的一首 七里香 打开了七月的篇章 随后 兔子先生一首 江南 续写了这个篇章 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主要是兔子先生 本身热度就高 再加上大家总是拿他 跟楚云轩各种对比 他的热度 注定居高不下 楚云轩录制完节目以后 也是抓紧时间 离开了江南市 前往了 LZ是准备拍摄 第二天的加油打工人 一日 楚云轩在酒店 一大早六点就醒来了 他是特地订了个闹钟 没办法 他还得去更新 朱仙啊 8点录制节目 他打算用一个半小时 赶紧把朱仙水玩 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大概看一眼热搜 呀 有个热搜第三是 关于他的 热搜的名字是 12小时全网统计投票 新生代男歌手支持率 以汇总 楚云轩随后点开看了一眼 12小时 全网共计有 2300万人参与了投票 被投票的新生代男歌手 一共有22人 其中 楚云轩以53%的票选率高居第一 而兔子先生 以27%的支持率排在第二 第三名是许风秋 11% 其余19个人 分摊剩下的9%的票 本章完 第226章 加油打工人 楚云轩看着这个投票 还是挺满意的 其实没啥太大的意义 就是一个简单的投票 参加的估计 绝大多数都是他们的粉丝 路人应该少 但也能侧面反映出 谁的歌更深入人心 我出道两个月 十几首歌 好几个综艺 一大半的支持率 扮演的兔子先生 不过就三期节目 支持率也那么高 靠了 楚云轩无奈地嘟囔了一声 不过无所谓 都是自己的粉丝 然后楚云轩又看了一眼 各大平台新歌榜的情况 新歌榜 第一名 七里香 歌手 楚云轩 第二名 江南 歌手 兔子先生 依旧是他的图榜 而江南一夜之间 把许风秋的那首歌给抄了 足以证明有多火了 随后 楚云轩看了一眼 自己的微博 最新一条的微博 还是新专辑 预热的那条微博 现在多了很多的评论 全部都是说兔子先生的 轩神轩神 有大敌 有大敌啊 兔子先生也好猛啊 轩神 赶紧发新专辑 第二首歌 阵阵场子吧 轩神 现在很多网友 把你评为新生代 创作男歌手里 唯一一个T0级的 不过那个兔子先生 出道这么短 他被评为了 唯一一个T0.5级别的 许风秋都只是T1啊 你得抓紧 把兔子先生彻底碾压了啊 不然他多发几手好个 搞不好 他也要被评为T0了 轩神加把劲啊 不过别急 我们永远支持你 还是要质量为王 楚云轩笑了笑 热度在高点吧 越高越好 时间来到了 接近早上八点钟 LC是某录制场地 有五个身影 坐在那里聊着天 他们正是加油打工人 节目的五位常驻嘉宾 哎哟 好累啊 上一期干的活 现在我腿还疼呢 江文周捶了捶腿说道 其他几个人笑了笑 谁让江老师你运气不好 竟然抽到了一个 去工地板砖的工作 只希望这一期收官期 节目组对我好点 这次可是要一连三天 一天一个工作的话 也就是说 要随机三个工作 感觉大几率能随机到一个 很耗费体力的呀 江文周无奈道 然后他看向一个女生 道 诺诺 你上一期运气真好啊 随机到了一个陪玩的工作 打了一天的游戏 哎呀 为什么我随机不到啊 肖语诺笑道 嘿嘿 确实还是挺舒服的 就是没多少镜头 向咱们参加节目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镜头的多 说的是 其他几个人点了点头 不知道今天三位 飞行嘉宾是谁啊 这节目组也真是的 竟然藏着掖着 连我们都不知道 肖语诺坐在那里 晃着腿笑着说道 哎对了 昨晚那个兔子先生的 江南 你们听了没 江文周问道 听了听了 真好听 另一个女生连连点头 真夸张 江哥 你觉得这兔子先生 到底是谁啊 出道三年内 有这么厉害的创作能力 乖乖 说真的 我真感觉他 如果后续能够 保证作品的质量 他真就是 能跟现在褚云轩 平起平坐了 江文周感叹道 我不知道是谁啊 不过这个褚云轩也是真狠 我跟他一起 受邀参加商演 全是他粉丝 太夸张了 那个兔子先生 如果他保持下去 估计真得是第二个褚云轩了 他的歌一点 也不比褚云轩的差 这时 萧宇诺嘟囔一声 我感觉兔子先生虽然厉害 但跟褚云轩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哟哟哟 咱们的褚云轩 头号小迷妹 不乐意了 天后柳怡君 笑着打去了一声 其他几个人 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哎呀 君姐 萧宇诺顿时有些 不好意思的交称了一句 我就是这么觉得嘛 人家褚云轩十几二十首歌 首首能做到那么好听那么火 他兔子先生 确实也很厉害 但是现在不过才三首 他要是也能做到 十几二十首都很厉害 那我才承认 才三首而已 我不承认 柳怡君继续笑道 不吃 虽然粉楚云轩的女明星 确实不少 但是彼得过诺诺的 确实没几个哦 你那么喜欢楚云轩 你让你姐帮忙撮合一下 认识认识 凑个饭局什么的也成啊 刚好把我也带上 我虽然跟他邀了个 但连联系方式 还没有呢 也没见过面 君姐 我才不想麻烦我姐呢 我等以后 有机会跟他在同一个节目 或者颁奖网会 这样的地方认识再说吧 不过 我已经有了他联系方式了 君姐 我到时候推给你 萧宇诺看向天后柳怡君问 行啦 柳怡君笑着点点头 嘻嘻 君姐 我跟你说 楚云轩他朋友圈里面 萧宇诺立马就像是 打开了话匣子一样 过了一会儿 导演带着几位工作人员 走了过来 五位老师 我们收官期第一天录制 马上要开始了 好的 众人纷纷点了点头 那么各位准备一下 五分钟后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直播了 没问题 他们又是点了点头 导演 今天三位飞行嘉宾都有谁啊 跟我们说说呗 萧宇诺不灵不灵 眨着眼睛好奇地问 宇诺 这平时你不问 怎么这收官期逮着问 导演笑道 收官期爱 今天邀请的人 肯定是比较特别的 萧宇诺期待地说道 导演随后说道 今天邀请的都是歌手 三位歌手 因为收官期的晚上 我们会举行一个 小型的收官晚会 哇 他们惊呼了一声 不会把楚云轩邀请过来了吧 另一个女生笑着说道 江文周道 导演组邀请了五六七了 都没有邀请过来 估计不是啊 萧宇诺也是点了点头 好了各位老师 他们呢都已经到了 一会儿节目开始 就能跟大家见面了 明白 很快 节目组一切准备就绪 五位老师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开始了 倒计时十秒钟 十九三二一 开播 本章完 第227章 七里香 是七里香 加油打工人 正式开播 这个综艺的热度很高的 有天后柳怡君 一线歌手江文周 还有四小花旦肖宇诺 作为常驻嘉宾 节目效果也不错 热度同台 仅次于蒙面歌王 节目一开播 大量的观众纷纷纷纷涌入进来 来了来了 我最爱的雨诺女神 哇哇哇 今天好漂亮啊 好喜欢雨诺今天的装扮 这是最后一期了 这期结束就收官了 不过这一期能看得爽 会持续三天 之前每一期都是一天呢 不知道这收官期 会邀请谁来当飞行嘉宾啊 哈哈 之前每一期 总是有那么几个贼惨的 抽到贼悲催的工作 笑死我了 对 这节目一大看点 就是每天每个人的工作 都是随机抽取的 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 加油打工人的最后一期收官期 本期会持续三天的时间 这最后一期 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观看体验 各位老师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导演笑着说道 大家好 萧宇诺等人 纷纷笑着摆摆手 打了个招呼 那么 本期加油打工人正式开始 大家期待 本期我们邀请哪三位飞行嘉宾吗 弹幕 我草废话 无比期待 这收官期会邀请谁呢 反正三个人都是顶流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至少有一位吧 会不会把萧宇诺的姐姐萧宇瑶 给邀请过来啊 他们要是同台的话 估计挺有意思的啊 导演 本次我们邀请的飞行嘉宾 是三位歌手 那么我也不卖关子了 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飞行嘉宾 掌声有请 随后 镜头对着一个方向 与此同时 院子里响起了一首歌的伴奏 一个穿着很帅气的男人手 拿着麦克风 笑着白白手 随后 他直接跟随着自己歌曲的伴奏 唱起了这首歌的高潮部分 哇 薛老师帅 萧宇诺用力地鼓着掌 弹幕 牛逼牛逼 竟然邀请了薛轩老师 薛轩老师啊 哈哈 有他的综艺 铁定很好看 很有看点 我去 薛轩老师最近好拼啊 光我知道的同时 就上了四个综艺了吧 隔壁 昨天才刚刚结束了 蒙面歌王 今天就来咱们这里了 大家好 唱完歌的薛轩 对着镜头 笑着打着招呼 然后又对着在座的五位嘉宾 打着招呼 你们好 薛轩老师好 江文周看着薛轩 你来这个节目 都不跟我提前说一声的吗 然后 俩人抱了一下 薛轩笑道 节目组吩咐我了 不能提前透露的 不然没惊喜了 薛老师 其他两位飞行嘉宾也到了吗 薛轩点点头 到了 谁啊谁啊 萧宇诺急切地问 薛轩笑道 我也不知道 我跟他们没在一个房间 不过似乎都是男的 这个时候 又是一个身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来了来了 他们目光纷纷看了过去 与此同时 院子里响起了另一首歌的伴奏 张文豪一边唱着 一边走了过来 哇 是张文豪啊 几位嘉宾也是跟随着伴奏 笑着打起了拍子 弹幕 这谁啊 我咋不认识啊 收官期请了个不认识的人 张文豪 算是个比较眼熟的人了 就是之前跟萧宇诺 闹出绯闻的那个人 卧槽 是他 刚好萧宇诺就在节目里 他们官宣了 没有 之前是个误会 他们吃饭是讨论工作的 然后被狗仔拍到 为了薄流量 发到网上说 他们在一起了 这个张文豪 是不是有啥背景啊 感觉他通告好多 隔壁 蒙面歌王也是他 不过第一期就被刷下来了 嗨 各位老师好 张文豪笑着走过去 然后跟大家纷纷打着招呼 文豪啊 也是老熟人了 薛轩笑了笑 薛老师 前些天我可是被你直接给认出来了 第一期就被淘汰了 张文豪笑道 哈哈哈哈 sorry sorry 薛轩笑了笑 然后张文豪坐在了他们之中 七个人也是关系 比较融洽的聊着天 弹幕 还有最后一个了 感觉这七是收官期 不能只邀请薛轩一个顶流歌手吧 感觉这最后一位出场的 至少也得是个 比张文豪有流量的人吧 薛老师刚刚说 应该是两位男歌手 会是谁呢 看看呗 看看待会儿 想起的是谁歌曲的伴奏 那就是谁了 就在这个时候 院子里伴奏响了起来 当伴奏响起的那一瞬间 七里香 是 七里香 萧宇诺激动地站了起来喊道 哈 众人一愣 主要是萧宇诺说得太快了 这伴奏 甚至是刚刚响起来0.5秒 他们都还没太听清 萧宇诺就站起来激动地喊 这是七里香了 但 七里香的前奏 实在是太神了 大家都能认得出来 只是萧宇诺实在是太快了 伴奏继续想着 我去 真是 七里香 江文周张大嘴巴 哇去 楚云轩 弹幕 我去 楚云轩 节目组牛变 我特喵的最爱的 七里香 DNA动了 这 七里香 前奏一想起来 我直接彻底疯狂 萧宇诺好厉害啊 我特喵的 甚至都还没听清伴奏了 他直接就喊出来 七里香了 楚云轩 楚云轩 节目组牛变 我靠 最后一期 把楚云轩给邀请过来了 哎呀 打工节目 楚云轩可是永远的神啊 兄弟们 给我全体起列 全场大合唱 楚云轩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哇哇 在场的众位嘉宾 他们纷纷脸上带着笑容 跟着节奏摇摆起来 窗外的麻雀 在电信杆上多嘴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 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秋刀鱼的滋味 猫跟你都想了解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们寻回 现场 其他几位嘉宾 直接跟着楚云轩一起唱了起来 本章完 第二百二十八章 节目组这么狠 玩真的 随着七里香第一段唱完 现场传来了众人的掌声 哇哇哇 欢迎楚云轩 薛轩笑着营造气氛 欢迎欢迎 萧宇诺也是开心的对着楚云轩招招手 谢谢大家 各位你们好 楚云轩也是笑着跟他们纷纷打着招呼 而在座的张文豪 别看他脸上带着笑容 实际上 他心里面都骂娘了呀 我干啊 楚云轩 又是楚云轩啊 他怎么老是 能跟自己在一个综艺节目里啊 这 加油打工人 都最后一期了 尼克喵的 这也能跟老子一起来 草啊 张文豪真的要崩溃了 弹幕 哇哇哇 楚云轩 楚云轩 太帅了 节目组最后一期 竟然把综艺的神给邀请过来了 哈哈 我特喵的 今天要看一整天 不知道这次楚云轩能整出来什么花活啊 我最喜欢看他整活了 那得看楚云轩能随机抽到什么工作吧 期待一首 刘老师好 薛老师 江老师你们好 大家好 楚云轩也是跟他们一一打着招呼 柳怡君笑着站了起来 跟楚云轩握了握手 终于见到本尊了 我刚刚还跟宇诺聊了 让他把你的联系方式推给我呢 楚云轩挠了挠头 然后看了一眼旁边的萧宇诺 萧宇诺乖巧地坐在那里 冲着楚云轩 微笑着白白手 萧宇瑶的妹妹 萧宇诺 之前还嫁自己好友的来着 是我的错 我应该主动跟刘老师联系的 楚云轩笑了笑说道 哈哈 太客气了 毕竟咱们确实没见过面 你那首 我怀念的 我超级喜欢哦 刘老师能喜欢就好 快做快做 好嘞 随后柳一军微笑着看着萧宇诺 用着打趣的语气道 宇诺千判万判 可算是把楚云轩判来咯 哎呀君姐 萧宇诺俏脸微微一红 哈哈 周围人都是笑出了声 随后 柳一军看向楚云轩道 你是不知道 前面那么多期了 他基本上每一期都得提一下你 特希望你能来这节目 刚刚还聊起你呢 而且这 七里香前奏刚响 我都还没听清呢 他直接就喊出来 七里香了 他可是你的超级粉丝哦 被柳一军这么一说 老师那可是我前辈啊 哪能是我粉丝啊 严重严重啊 楚云轩看着萧宇诺说道 真是真是 萧宇诺真诚地看着楚云轩道 我从你第一手 我们的爱就关注你了 当时我就说你肯定能火 谁知道火成这个样子了 弹幕 哈哈 云诺女神还真是楚云轩的迷妹 萧宇诺老早就在各种场合表明 他对楚云轩的喜欢和欣赏了 他虽然是前辈 入行更早 但是说实在的 他们俩年纪应该是差不多的 看萧宇诺 楚云轩来了 他整个人做的都乖巧了 萧宇诺那可是出了名的混事小魔女啊 他也能这么乖巧呢 哈哈 这就是粉丝在偶像面前的表现吧 整个人都紧张了 笑死我了 楚云轩也确实很牛逼啊 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 竟然俘获了那么多前辈 甚至都变成他粉丝了 这就是才华的力量啊 楚云轩笑道 感谢萧宇诺老师的喜欢 你教我宇诺就行 千万别教我老师 我可受不起 受不起 萧宇诺连连摇头道 导演笑道 哈哈 我可是看到 宇诺你那么喜欢楚云轩 特地请了他那么多次 终于在这收官期 把他请来了 小宇诺梳输了两根大拇指 双手给导演点赞 那么各位 再次欢迎一下薛轩老师 楚云轩老师 和张文豪老师 啪啪啪 他们用力鼓着掌 各位 那我们加油打工人 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 楚云轩看了一眼旁边几个人 道 各位多多照顾 我们照顾你 给你来照顾我们啊 之前你打工的那些我都看了 你简直是轻车熟路好不好 江文周笑着对楚云轩说道 萧宇诺对楚云轩说道 咱们节目相互之间帮不到什么的 只能靠自己 哦对了 主要靠运气 靠运气 啥意思啊 楚云轩好奇地问 柳一军笑道 马上你就知道了 随后导演也是说道 那么各位老师 我们准备开始进行 抽取今日打工项目了 啊乐 楚云轩挠挠头 抽的 江文周点点头 没错 我们节目每个人具体要打什么工 是随机抽取的 运气好 你能抽到赔完 打一天游戏 运气不好 就跟我 之前去工地搬了一天的砖 楚云轩导演微笑道 咱们节目呢 不是说比谁打工赚的钱多 我们只是单纯地拍各位明星 在不同工作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明白了 楚云轩点了点头 随后导演继续道 是这样的 本期是节目的最后一期 所以本期的工作 由之前的76种 提升为了138种 加了哪些工作啊 萧宇诺好奇地问 导演神秘一笑 很多各位老师难以想象的工作 萧宇诺眨眨眼 扑吃 比如殡仪馆守门员 这不能吧 楚云轩说道 萧宇诺老师还真猜对了 有 众人 弹幕 我尼玛 这么狠 卧槽 殡仪馆的工作都来了 我滴妈呀 我滴妈呀 卧槽 这特喵的 谁要是脸黑抽到了的话 绝对无敌了我靠 好看了 这一期好看了 估计还有很多 其他的阴间工作 八个人总归有个人会抽到吧 或者说 有三天的时间呢 加起来 也总归有人会抽到吧 卧槽 无敌了 不是吧 在场的那些嘉宾 一个个张大嘴巴 我靠 导演 玩这么大的吗 薛轩脸色一白说道 只要是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的合法的工作 且不需要学习专业技能 那么存在极合理 导演说道 你牛 你真牛 我后悔来了 薛轩哭丧着脸 给导演竖了一根大拇指 本章完第二百十九章 楚云轩的悲催打工项目 楚云轩也是真的服 玩这么大 他就知道这么高的通告费 不是白给的 这特喵的 要是运气不好 搞个阴间到底工作 岂不是要诈 各位老师 那么现在 我们准备开始抽取 今日工作内容吧 随后 一个大大的信箱 被搬了上来 里面放着很多 一模一样的卡片 每个卡片上面 都写着一个工作 谁先来 导演笑问 这 八个人尴尬地对视了一眼 弹幕 哈哈 给他们全整慌了 都不敢了 之前还好 最难的 也就是 在太阳底下搬砖之类的 这一次 要豁出命来了呀 反正现在宣神来了 宣神的直播内容 绝对是最有看点的了 就期待宣神 能抽到什么样的工作吧 我为什么有点期待 宣神抽到殡仪馆的工作呢 哈哈 其实想想 这种地方虽然可怕 但基本就是 看到大门之类的吧 又能有啥危险的呢 估计也没啥节目效果 只是自己吓自己而已 先来吧 姜文周露了露袖子 继续道 既然有新来的朋友 那我这个节目的老人 怎么这也得表率一下吧 随后 姜文周把手伸进去 随便抽了个纸条出来 姜文周还没看 然后问 导演 要亮吗 不用 大家一起抽完 再一起亮出来 行嘞 然后众人纷纷抽完纸条 楚云轩深吸了一口气 他还真怕自己 抽到什么阴间的工作啊 各位 按照座位的顺序 一一亮出自己的工作吧 导演道 我看看 张文豪作为第一个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紧张地打开了纸条 是什么 众人好奇地问道 张文豪随后哭丧着脸 哎呀 宝洁 弹幕 不吃 哈哈 好彩啊 宝洁挺累的啊 那他就属于是一个人 去帮某个人打扫房子 厨房卫生间什么的 好彩 但是比起搬砖还是强多了 起码不用在大太阳底下了 还好还好 比我之前搬砖强多了 江文周笑了笑安抚道 随后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工作 那脸上刚刚还存在的笑容 瞬间凝固住了 啥工作 薛轩赶紧好奇地问 狗仔 众人愣了一下 扑吃 哈哈 在场几个人直接笑出了声 弹幕 我草绝了 狗仔都有 一线歌手江文周老师 身为一个明星 今天却要去当狗仔 哈哈 这不现场就有那么多明星吗 偷拍他们吧 笑死我了 话说 如果江文周老师乔装打扮成狗仔 去拍别的明星 万一被发现了 然后被打了砸整 哈哈 这个有意思啊 导演做 你们太狠了点吧 江文周无奈地说道 江老师 尽力而为吧 导演说道 那只能如此了 然后剩余的人一个个将他们抽取的工作 全部亮了出来 索性没有什么阴间的工作 最离谱的 就只是江文周的狗仔了 那么 楚云轩老师 导演看向楚云轩 楚云轩还没看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呢 没敢看 弹幕 来了来了 所有人里面我最期待的楚云轩 综艺节目永远低深 不知道轩神会抽到什么工作啊 七个人没人抽到殡仪馆的工作 不知道会不会落在轩神手里呢 哈哈 来吧轩神 所有人都无比期待地看着楚云轩 你们别看我 搞得我紧张 楚云轩尴尬地笑道 哈哈 反正迟早都要面对的 来吧 看看你是啥工作 我只希望我这个狗仔 别是最惨的就行了 江文周笑道 呼 楚云轩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他紧张地慢慢地打开了那个纸条 纸条上的职业是三个字 而当楚云轩看到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人直接要没了 不是吧 楚云轩人直接傻了 然后无力地靠在了椅背上 手中的纸条掉在了桌子上 弹幕 哈哈 哈哈 我操 啥情况 宣神抽到啥工作了 怎么是这个反应啊 我操 不会真给他抽到殡仪馆的工作了吧 哈哈 看这情况 估计差不多了 哈哈操 这么美 就算不是殡仪馆的工作 但估计比江文周老师的狗仔还要惨 不然不会是这个反应的 笑死我了 宣神啊宣神 还得是你啊 但其实殡仪馆工作 估计就看的门 毕竟说实话 有人会偷尸体的 但也少吧 只要别碰到 就是无聊的一天过去了 为啥会有人偷尸体啊 真的假的 配命婚 有很多迷信这些的 你抽到啥了呀 众人看到楚云轩的反应 更是好奇 然后 萧宇诺赶紧拿起楚云轩 吊在桌子上的纸条看了一眼 扑痴 下一秒 他直接没忍住 笑出了声 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不该笑的 实在是 你太美了 萧宇诺赶紧给楚云轩道歉 啥呀 薛轩拿了过去看了一眼 我靠 哭灵人 众人 弹幕 草 哈哈 这特喵的 太特喵的没了呀 我草 这特喵的 还不如去殡仪馆了吧 萧神 抱抱 但是为啥我想笑啊 太惨了太惨了 节目组好狠了 这个职业都有的 我靠 不是吧导演 这么狠的 还有这工作呢 楚云轩回过神来 看向导演猛逼的问 导演说道 是的 恭喜你楚云轩老师 哎呦我去 楚云轩抓了抓头发 抱抱抱抱 薛轩笑着给了楚云轩一个抱抱 我也要抱抱 萧宇诺急切地说道 我也得给你个拥抱 现在我感觉我这个工作还行了 江文周说道 然后每一个人都同情地给了楚云轩一个拥抱 楚云轩人都骂了 怎么会抽到这么个工作啊 这节目组太狠了呀 导演 我就算干这个工作 确定有活干嘛 楚云轩不死心地问 导演道 有的 既然我们把工作都写在卡片上 那就肯定有这个工作 至于如何去进行工作 那就要交给楚云轩老师 你自己发挥了 楚云轩 何为哭灵人呢 本章完 第二百三十章 他二大雅 二合一 何为哭灵人呢 其实这个工作 在农村比较多 哭灵人 顾名思义 就是哭丧的 哭灵 其实是一种传统的习俗 也就是用哭来表达 对顾者的感情 在古代的时候 人们觉得哭得越大声越悲伤 就越能表示情感 因此 很多人自己哭不出来 就请人来哭 当父母 祖父母等亲人去世 后人们因为心中的悲痛 往往都要嚎啕大哭一场 表达内心难以言说的悲伤 这是非常正常的 人们觉得 哭得越伤心 也越孝顺 其实很多事情 本来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有钱人 有地位的人那里 就逐渐变味 比如举行白事的时候 许多人觉得 亲人生前的孝顺 外人难以见到 倒不如来一场深厚的风光 有些人觉得 一场风光体面的白事 更能让外人 看到自己的孝顺 于是就有了各种S操作 职业的哭灵人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他们的存在 就是为了让桑仪 显得更加哀悼沉痛 更加悲伤 营造出一种 极其哀伤的气氛 简单来说 就是面子 哭灵人会让很多的白事 变得极其哀伤 氛围感十足 这让主人家觉得 相当有面子 因为那种哀伤的氛围 才是他们需要的 是可以用来表达 孝顺的证明 还真有这个工作啊 张文豪问了一声 薛轩点点头 还别说 真的有 有些丧葬服务里 就专门有这个的 柳一军也是点点头 对的 而且收入还不菲呢 如果哭得好的话 主家更是会给个小费 减称白包 通常里面包的钱不少 我以前家里是农村的 村子里真有一些人干这个的 小语诺道 所以 楚云轩的工作 就是要去有白事的地方哭事吧 对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楚云轩 弹幕 好惨 好惨啊 不过 说实在的 哭灵人可不简单的 想要做好 那得哭得生动真实 声味俱下的才行 轩神不行吧 他就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歌手啊 要说 让演员去的话 倒还行 轩神的话 哈哈 这才有节目效果呀 我操 太搞了 节目组实在是太搞了 轩神也太背了 为什么偏偏是他抽到了 楚云轩无奈的耸了耸肩膀 说道 那也只能这样了 导演 那一会儿 我该去哪儿 导演微笑着说道 楚云轩老师 你自己发挥 楚云轩无奈的点了点头 随后道 这个酷灵人的工作 我倒是能干 只不过 会被人给认出来吧 认出来的话 就挺尴尬的 是的 楚云轩老师 你可能需要化妆老师 帮你去化一下妆 导演道 那行 楚云轩点了点头 随后导演看向众人 那么各位老师 祝大家今日工作顺利 工作愉快 我们 加油打工人 的直播正式开始 弹幕 笑死我了 我真得看看楚云轩 他得怎么去做今天的工作 酷灵人的话 现在先不提楚云轩 能不能干好 这工作 他得怎么找 而且 还得有人需要才成 最重要的是 有职业酷灵人 楚云轩 他怎么跟那些 职业酷灵人去竞争呢 节目组真有意思 我十分怀疑 节目组就是看到 综艺的神楚云轩来了 刻意在这最后一期 加了一些 可能节目效果 很爆炸的工作 加油楚云轩 我先走了 江文州对着楚云轩 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江老师 你也加油 楚云轩说道 那我也走了哦 祝你顺利哦 萧宇诺笑嘻嘻的 对着楚云轩摆摆手 摆摆 其他人也是纷纷离开 而楚云轩留在这里 化着妆 很快 妆容化好 一个假发 再加上一些妆容 反正正常 确实不容易认出来 他就是楚云轩 导演走过来 对楚云轩说道 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 被认出来 一般需要酷灵人的 农村偏多 那边不像城内 那么容易 把你认出来 行 我也差不多了 那我就去看看 找一下 能不能找到了 祝你好运 加油 刘老师 今天楚云轩老师的摄像工作 就交给你了 一个摄像大哥 做了一个OK的手势 然后他带着微型摄像机 跟着楚云轩一起上了车 现在直播内容 是其他人那边 楚云轩这里 在寻找地方 楚云轩老师 我们去哪 司机问了一下楚云轩 楚云轩想了想 道 我刚查了一下 有一些丧葬服务的地方 是有职业酷灵人的 去那个地方 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吧 楚云轩也是露出了 一抹无奈的表情 好的 那你给我个位置 摄像大哥刘老师提议道 要不我们去平线那个地方吧 我老家是那边的 那里不算发达 周边农村比较多 但是那个地方 出了不少有钱人 行 那就去平线 汽车行驶而去 四十多分钟后 楚云轩他们 来到了平线的一个 比较大的 丧葬服务的店外 呼 楚云轩还是有点紧张的 深吸了一口气 那我去了 随后 楚云轩下了车 摄像大哥跟在后面 用专业的摄像技能 以不是特别显眼的 微型摄像机拍摄 与此同时 直播间的画面 也是切到了楚云轩这边 毕竟从开始到现在 全程是其他人的 直播画面 而现在 楚云轩出手了 节目组那边 自然是把重心 放在楚云轩这里的画面的 弹幕 来了来了 轩神出马了 他是打算去丧葬店 应聘哭丧人吗 然后通过他们 给自己找工作 估摸着是了 看起来倒是走向正轨了哈 哈哈 还挺期待轩神的表演的 但是说实话 轩神就是个歌手 哭丧人的要求 其实挺高的 虽然感觉很好笑 很惨 但是还是挺担心他的 楚云轩来到了丧葬店里面 此时此刻 店里有两个大妈 还有一个中年人 请问哪位是老板 楚云轩问了一声 两个大妈跟中年男人目光 一起看了过来 我是 请问二位有什么事情吗 老板对着楚云轩 伸出手握了我 是这样的 嗨嗨 就是 你们这边招哭丧的吗 楚云轩尴尬地问了一声 说实话 楚云轩感觉自己 说出这句话 整个人都尴尬死了 呃 那老板和两位大妈 听到楚云轩的话 也是一愣 他们几个人对视了一眼 尤其是那两位大妈 相互的对视 似乎更有说法 这个 小兄弟 你要去哭丧吗 老板问了一声 对 是我 我说小伙子 我们这一行 可没那么简单的 而且你看起来年纪轻轻的 怎么想着干这一行 你不会担心 别人说你会气吗 一个肥瘦的大妈 撇了楚云轩一眼说道 楚云轩笑了笑 这不为了赚钱吗 有过经验吗 老板问 刚问完 楚云轩还没有回答 他继续道 算了 刚好我这边有单生意 上家需要三个人 我这边刚好差一个 一场七百 哭得好上家 有白包的 你是男生又年轻的话 你还能接手铃的工作 一晚上一千八到两千三 你接哪个 楚云轩倒是觉得运气挺好 刚好遇到了个差一个人的 弹幕 我靠 还真的那么赚钱啊 哭一场七百块 手铃手一夜一千八 我去 手铃 我靠 手一夜两千块钱啊 来钱这么快的吗 但是 你别忘了 手铃啊 那就是手一夜 在停放遗体的灵堂里 就你跟遗体两个待一啊 是自己的亲人倒还好 可人家不是你的亲人啊 你害不害怕 楚云轩直接道 那个 手铃就不用了 哭丧就成 我专业的 老板点了点头 那行 那你准备一下吧 这边有稿子 上边大概是上家的情况 你记一下 过一会儿 我接你们过去 中午那边管饭 行嘞老板 小伙子 专业的 你才多大呀 一个大妈看着楚云轩道 大妈 别看我年轻 那哭起来可不得了 楚云轩说道 看不出来 真看不出来 你大妈 我干这乡干了八年了 我跟你讲 那可不容易哦 楚云轩笑了笑道 那两位大妈 待会儿就带带我 教教我呗 成啊 待会儿到地方了 你看我们是怎么哭的 你跟我们学着就行 行 多谢两位大妈 楚云轩咧嘴一笑 但木 有大妈这种专业的带的话 那还是简单的哈 确实确实 轩神只需要学着他们哭出声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一场七百块 还是很舒服的呀 不过 别忘了哈 他可是楚云轩啊 我总感觉 但凡是他的直播 这节目效果少不了 兄弟 那可是白氏的场合 轩神就算想搞节目效果 也得看场合的吧 确实确实 哈哈 我现在就想看看 轩神哭丧时候哭不出来 干哭的滑稽的样子 很快 老板给他们找来了白色的笑衣 摄像大哥也带了条笑布 行了 上车吧 老板开着他的小面包 带着他们往目的地赶去 很显然啊 在他眼里 楚云轩就是凑数的 一般哪有什么人 主动来找哭丧的活啊 他刚刚也正头疼 只有俩人 凑不起三个人 楚云轩刚好撞到枪口上了 只要不乱来 就算哭不出眼泪来 表演在那 总归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小伙子 我跟你讲啊 咱们这行呢 虽然别人看起来晦气 但是来钱还是快的 你年纪不大 物性倒是不错 但这行赚两年前 到时候去搞个小生意 也是不错的 老板一边开着车 一边跟楚云轩聊天 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两年赚点钱 做点小生意也挺好 楚云轩说道 老板 不过呢 你要记住哈 这但凡找咱们去哭丧的 那家里都是条件不差的 要的就是面 你要是哭得好了 他们觉得有面子了 我跟你讲 一般白宝少不了 少则几百 多则几千都有 好好表现 行嘞 随后那老板继续道 很快 车子停在了一个庄园门口 旁边有很多车 应该都是过来参加葬礼的 门口摆放着两个巨大的花圈 周围想着那种哀怨 来到了这个环境 整个人都情不自禁地 进入到了一种哀伤的氛围 弹幕 我去 庄园 大户人家啊 我本来感觉这一路上挺偏僻的 以为到了农村 原来是郊区庄园啊 怪不得请专业酷灵人过来哭丧 有钱人家 直播间的人都比较震惊 几个人下了车 庄园门口 站着一个穿着笑衣的中年男人 那老板赶紧走下车 双手跟他握了握 李总 节哀啊 唉 那李总低着头 拿着手帕像模像样的 擦了擦眼泪 也不知道是哭干了 还是哭不出来 李总 这三位是 我找来的人 李总 节哀啊 节哀啊 两个大妈赶紧走过去 谢谢你们 快请进吧 李总看着他们 声音很轻地说道 李总 节哀 楚云轩也是学着两个大妈 跟他握了握手 那么年轻吗 李总看了楚云轩一眼道 嗨嗨嗨 别看年轻 也是专业的 那老板赶紧说道 是吗 李总半信半疑 然后点点头 那进来吧 老板随后赶紧督促着楚云轩 跟暂时收起拍摄的摄像大哥 一起走了进去 直播间的人 暂时只能听到声音 画面的话 看不太清 随后 楚云轩 两位大妈跟着那李总 往庄园里面走去 很快 前面出现了一大群人 很多人穿着西装 也有一些人穿着笑衣 也有一些 只是带着一条笑衣 他们站在搭建的灵堂那里 整个氛围显得很沉重 他二大爷 你走得太突然了 一个大妈掏出手帕 一边哭着 一边从人群走进去 然后坐倒在灵堂那里哭了起来 怎么说走就走了呀 他二大爷 另一个大妈 也是直接进入状态 掏出手帕 紧跟着第一个大妈 哭着走了过去 楚云轩 这特喵的 就直接入戏了 本章完 第二百三十一章 在哭我都想跟二大爷一起走了 两个大妈坐在灵堂里 哭的那叫一个伤心 周围那家起来 估计得有小一百人了 他们沉默地站在那里 或有人悄悄地在交谈什么 摄像大哥 也是偷偷地进入了人群 悄悄拍摄着画面 弹幕 我去 这就是专业的吗 这俩大妈上来那哭腔 那声音 那动作 我直接带入了 熏神咋办啊 说实话 虽然说照着他们眼就行了 但是他们太专业了 而且 这里好多人 得有一百多人站在旁边吧 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之下 熏神演得出来吗 这好尴尬 虽然那两个大妈 确实也没开始流眼泪 但是他们生情并茂地表演 整个气氛 还是拿捏得很好的 完了完了 感觉熏神要翻车啊 熏神啥情况啊 熏神 该你出场了呀 两个大妈的哭丧 听起来就很难过 那李总还是挺满意的 但是他并不放心 旁边的这个 看起来挺年轻的男人 他扭头看向楚云轩 这时 镜头也对准了楚云轩 包括在场的很多来宾 他们的注意力 也都放在了楚云轩的身上 众人 没错 当他们看到楚云轩的时候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为什么 因为楚云轩此时此刻 眼睛冲血通红 两行眼泪无声地在滑落 他的眼神带着不可思议 不能接受崩溃和绝望 弹幕 我尼玛 宣神 你压得来真的 我靠 宣神 你这突然冲血的 眼睛怎么一回事 你这两行眼泪 又是怎么一回事 啊 卧槽 啊 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 我特瞄的 楚云轩这眼神怎么回事 卧槽 我看到他这眼神 我心里面忍不住都颤动了一下 你真的假的啊 直播间的所有人 全部猛逼了 那李总也愣住了 说实话 虽然楚云轩此时此刻 站在他的身边 没有所谓的嚎啕大哭 没有所谓的痛彻心扉 但是 这冲血的眼睛 这无声的落泪 让他心里面都忍不住揪了一下 真的假的 这无声的哭泣 你确定你是过来哭丧的吗 你确定你不是本色出演 你压的 不会是二大爷的私生子吧 二大爷八十了 这小兄弟 看起来也二十多 五十来岁 也确实有可能的呀 不然 哪来的这情感流落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而下一秒 楚云轩一步一步地走向人群 走向灵堂 人群下意识地 给楚云轩让出了一条路 随着楚云轩的每一步 都好像沉重地 踩在了众人的心脏上 甚至 楚云轩的身影 颤颤巍巍 亮亮呛呛 好像每走一步 都差点要摔倒了一样 楚云轩走到了灵堂前 看着里面的遗像 站了好几秒 他的身体随后 就好像是脑袋发昏 眼前一片空白 头晕目眩一般 亮呛了几下 直接往一边倒了下去 哎哎哎 快扶着快扶着 我的二大爷啊 哇 楚云轩靠在一个人的腿上 仰头嚎啕大哭了起来 一边哭着 楚云轩的手 还一边垂着地面 要知道 这地面是水迷地啊 这么一下 感觉手都会受伤的呀 二大爷 我都没有见你最后一面 啊 楚云轩那眼泪狂涌而出 那脸上哭泣的表情 简直把无助 后悔 绝望 难过 撕心裂肺 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李总猛逼地站在原地 他人都傻了 卧槽 卧槽 真的假的 卧槽 弹幕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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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云轩这 我吵了 我特喵的人傻了 不是 楚云轩 你确定你是过来哭丧的 你确定 这家主人去世的 真的不是你二大爷 牛逼 卧槽 寻神牛逼 震惊老子一百年 到底有什么 是你做不到的 吵了 哭得这么伤心 你真的是演的 不是 轩神 你压得别哭了 你再哭 老子都想跟二大爷一起走了 那李总赶紧走了过去 蹲在了楚云轩的身边 抱住了楚云轩 啊 二叔 我的二叔 你走得好突然啊 他顺着楚云轩一起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 楚云轩一边哭着 一边试着站起来 但是身体摇摇晃晃的 还是倒了下去 所幸 他甚至都不去站起来了 直接往灵堂那里 爬过去 二大爷 我的二大爷 进去了以后 楚云轩扶着棺材爬起来 整个人趴在棺材上面 啊 我的二大爷 二大爷 啊 那哭声 穿透力极强 感染力极其夸张 七七七 现场 很多根本就跟二大爷不熟悉的人 他们都忍不住发出了一些抽气的声音 尤其是一些女人 他们眼泪都下来了 没办法 感染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那两个哭丧的大妈猛逼地坐在那里 他们目光看着楚云轩 仿佛看着神一般 而楚云轩旁边 灵堂里站着的一个穿着笑衣 年纪也不是很大的男生猛逼地 看着眼前这个趴在棺材上 嚎啕大哭的楚云轩 他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 老子才是死者的亲孙子 你这搞的 让他都开始怀疑 到底谁特喵的 才是他亲孙子了 弹幕 好夸张 轩神真的好夸张 这眼泪 这鼻涕都下来了 这哭的 这表情 我的天 真的绝了 轩神 你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 我的妈呀 我真的 从此综艺界 我真的就只服你一个人 绝对没有人能超越你了 真的 不说了 我要陪二大爷去了 我受不了了 二大爷 我的二大爷 我都没有见你最后一面 你怎么说走 就走了呀 二大爷 小时候我最喜欢在您身边看您打麻将了 一看就是一整天 二大爷 我的二大爷 我不是啊 我不笑啊 我都没有见你最后一面 我的二大爷 啊 楚云轩哭得越来越狠了 整个人趴在棺材上 整个人甚至哭得 给人感觉都要昏厥过去了 啪 啪 然后楚云轩一边哭着 一边对着自己扇着耳光 众人 我不笑啊 啪 我不笑啊 啪 众人 本章完 一边 啦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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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